首先马上带应聚焦到八号晚间又新增了一名确诊案例 是台北市防疫计程车的一名六十多岁价尺 它CD值为三十 据传曾经打过两剂疫苗 但是否为旧案还需要疫调来研判 本土疫情是相当紧张 在八号也新增了两名确诊者 而另外在淘机负责首推车的人员又两位是呈现阳性 需等待二采才能确认是否为新的个案 不安宁的夜晚八号晚间 北市防疫计程车司机裁检又筛出六十多岁阳性个案 CD值为三十曾打过两剂疫苗 是否为旧案还需厘清 本土疫情相当紧张 本土的病例有两例 在天两例确诊是一名女保全打过三剂莫德纳还是染疫 另一名是防疫计程车司机 驾驻新北市新店区 曾经接种两剂AZ第三剂施打莫德纳 两人都打过三剂疫苗 却突破性感染指挥中心这样解读 一剂四一剂他打的莫德纳 因为是在十月二十九号 所以这一个应该是比较 效果可能比较不佳 个案足迹也出炉 计程车驾驶四号下午曾经到宜兰 护回神仙超市 六号晚间到北市万华区超商 持续狂烈接触者追感染源头 更是当务之急 我们判决到可能在工作的时间 跟入境的旅客的一个接触 不管是从行李 或是人的一个近距离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新增两起个案 目前排除跟先前淘机群聚相关 有可能来自感染旅客 而一七四一五目前来讲 他CT值非常高 原本研判是旧案 但调查也有载过确诊者 任何可能感染源都不排除 同时传出另外两名行家 负责首推车人员也验出阳性 机场相关染疫个案确诊增加到十四人 指挥中心也推估机场现在风险增加五倍 从一开始入境染疫率百分之零点一五 上周零点八一两三天百分之二迈入春节高峰 还会超过两个百分比 现在每五十人就会碰到一个染疫 指挥中心也将造册 扩大裁检机场一万两千员工 力拼春节前守住国门 记者综合报道